套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有粉丝推荐的韩国恐怖电影《明婚奇谈》 电影开始,男主在给学生们讲课 客户男主准备约女儿一起去吃饭 结果女儿却单独吃过了 不过却为男主带来了一本以前的旧相册 还告诉男主说,安身医院要被拆除了 男主大概对这个医院有特别的感情 客户还去废机的医院看了看 到了晚上,男主女儿陪男主吃过晚饭后就离开了 但是走廊上还会不停的出现一个女子走来走去 男主和女儿似乎看不到这个女子 随后男主就开始回忆那本旧相册 故事由三个小故事拼凑而成 但是中间却有着某种的联系 第一个故事,男主还是一个实习医生 因为上午查房迟到被李医生逮了个正着 所以罚值班一周 而在医院值班是个很可怕的事情 随后男主又被主任找去谈话 本以为是因为迟到被叫去的 结果却是让男主和主任的女儿小葵结婚 男主无奈只能被迫答应 当天晚上,医院的几个医生在聊天的时候 男主偶然听说今晚又送来了一个美女尸体 男主不禁有些害怕 只有在太平间值班的时候 好奇心作祟打开了流水尸体的步子 男主瞬间被女子的美貌吸引而不能自拔 上课的时候想着 晾衣服的时候也想着 就连休闲时间也不忘和美女尸体聊聊天 后来的某一天 男主在收拾完太平间后 偶然看到了一个尼姑 当天晚上,男主正在画画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哭泣的声音 好奇心跑去查看 发现了一位哭泣的妇人和那个尼姑 回到太平间后 又发现关在箱子里的美女尸体不见了 就在男主感到奇怪的时候 美女尸体突然出现 将男主拉进了箱子里 随着樱花散落 男主和美女尸体完成了夫妻该做的所有事情 镜头再一转 尼姑和主任正在办冥婚的事宜 原来尼姑是主任的姐姐 两人合力为男主办了一场冥婚 而冥婚的对象就是小葵 小葵就是那个美女尸体 这下男主应该算是满意了吧 毕竟男主还是很喜欢美女尸体的 画面转到两天前 也就是第二个故事 医院接待了一个出车祸的女孩 因为母亲死亡 女孩患上了失语症 当天晚上女孩清醒后 似乎看到了坐在床边的母亲 但是镜头一转 女孩来到大雪纷飞的走廊上 见到了满脸血迹的母亲 随着医生尖叫 画面转到了第二天 医生检查过女孩 发现并没有什么大的伤口 李医生怕女孩想不开 就讲述了一个故事 但女孩似乎不屑一顾 就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女孩似乎看到了自己的继父走过 但追过去 却发现是一位掉了脑袋的老婆婆 女孩吓得大声尖叫 紧接着继父带着满脸的血迹出现 接着画面就回到了现实 女孩被打了镇定剂 恢复了安静 接着李医生开始对女孩进行心理治疗 李医生让女孩回忆到 刚见到继父的那一天 女孩似乎一见到继父 就爱上了他 随后一家人外出游玩的时候 女孩一本正经的向继父表白了 看着女孩的母亲 是一脸的懵逼 就在女孩任性的时候 继父突然出车祸 撞到了那个掉脑袋的老婆婆 而女孩的母亲在最后一刻 还是选择了保护女孩 就在女孩生命垂危的时候 得到了母亲的原谅 然后安静离世了 画面一转 李医生在回家时 突然被飞来的车辆撞飞 最后一圣涓 医生似乎看到了女孩的身影 这女孩是在想最后离世的时候 也想拉一个垫背的吗 故事再转回到三天前 也就是最后一个故事 故事开始 先拿一个死去的逃兵作为铺垫 随后安静男在和妻子任音聊天时 安静男突然发现任音 居然没有影子 安静男才慢慢回忆起 原来任音在几年前的一次手术上 因为一次意外已经去世了 既然任音已经去世了 那么站在自己身边的肯定就是鬼了 安静男也没有嫌弃 毕竟那是自己的爱妻 某天晚上 安静男睡觉的时候 偶然发现了醒来的任音 正在慢慢走向外面 跟随过去才发现任音 杀了医院的护士 护士为了留下证据 还在任音的手臂上滑下了血印 安静男为了保护自己的爱妻 将护士的尸体抛下了山崖 第二天就在 安静男和任音聊天的时候 突然发现自己胳膊上的血印 抬头再一看 发现任音也不见了 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有了精神分裂症 于是立刻打电话自首 还留下了一张写有真相的纸 并将自己绑在了床上 以免没有人性的那个人格跑掉 但就算是这样 似乎也并没有什么卵用 等到军官来到任音音家的时候 任音突然出现 刺伤军官逃跑 随后军官被送到医院包扎 当军官从男主口中得知 有时牺牲去验尸的时候 军官瞬间感到不妙 感到停尸间的时候发现 任音正准备向时牺牲下毒手 军官急忙大声训斥任音助手 镜头再一转 任音突然变成了眼镜男 就在眼镜男说 任音在自己的体内 苦苦哀求军官将自己杀死的时候 军官道出了事实 原来几年前在手术台上死的 并不是任音 而是眼镜男 因为任音实在接受不了眼镜男的离开 所以在悲愤之下 假想了一个眼镜男陪着自己 这得是有夺爱自己的丈夫啊 能把自己想象死 也要让死去的丈夫活着 最后任音大概受不了这样的孤独 就自杀离世了 电影最后男主回忆完这一切 就被小魁给带走了 好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